各位好 歡迎各位又來到 癌症新觀點醫學教育頻道 今天來跟各位繼續來談論我們上週的話題 探索阿基里斯族種 話說乳癌癌療40年 今天是第三期 我們剛剛在上一上集我們就提到說 其實過去都是以手術治療的乳癌主療方式 後來發現有些化學治療藥物 其實在手術後給予 確實可以增加疾病的控制率 疾病的存活率 後來有人就想說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在術後做進行的化學治療 是不是可以把它搬到手術之前 讓病人的治療 能夠經由這化學治療縮小腫瘤 達到相當程度的 本來不能手術的病人變成可以手術 後來在1970年代這些的概念 這些的想法就慢慢獲得臨床上的一些證實 在1980年代其實進入到所謂的 探機索引尋求更優的乳癌診療方式 我們在1970年代已經有一些荷爾蒙治療 也有縫射線治療 也有相當不錯的化學治療 在1980年代有沒有再更進一步的突破 首先第一個突破就是 已經有一些影像檢查的儀器 包括超音波、電腦斷層、核磁共生 陸陸續續續的出現 對我們乳房的篩檢來講 有更高可以極大提高 乳癌診斷的正確性跟即時性 另外我們也開始做所謂的空心針出針的穿刺切片 以及有一些細胞學病理的檢查 讓我們的診斷能夠更加的穩定 更加的能夠確實 另外就是在所謂的 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的三早概念 臉底下 乳房攝影普遍的應用 也使得早期乳癌的比例 也在1980年代 這比例也逐漸的增加 另外手術呢 除了剛才講的所謂的根治性的乳房手術 後來是要變成改良式的MRM手術以外 乳癌手術還是繼續的在進化 所以因為縮小手術範圍 其實是有機會提高乳癌患者的生活品質的需求 重點是在這個前提下 還可以兼顧良好的預扣是很重要的 1985年NSBBB04的研究十年的結果發現 無論抑瓦淋巴結是陰性還是陽性 單純乳房切除 聯合或不聯合放療 其實與乳癌的一個根治性手術來講 它的疾病控控制時間 跟整體存活時間來講 都是有沒有一定的 沒有差別 所以保護手術似乎是可行的 那後來在1994年呢 Gileno這個人就提出一個前哨淋巴結的摘除 在對早期乳癌的病人的抑窩分歧 就是經由這個所謂的針 經由一些在對腫瘤附近 對腫瘤上面注射一些特殊的染劑 去看看說到底哪些淋巴是屬於前哨淋巴 再把這些前哨淋巴做所謂的摘除 確定有沒有淋巴轉移以後 再進行更 假設有淋巴結 前哨淋巴有轉移以後 才進行更進一步的所謂淋巴結的轉移 以淋巴結的清掃 所以在NSBBB30的研究發現到說 如果是前哨淋巴結陰性的病人 如果你這時候再去做 進一步的再做葉窩淋巴結的清掃 其實對局部復發跟生存活力來講 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這個前哨淋巴結的這個想法 這個想法的發展 成為繼薄乳手術後的外科手術的 第二次一個很重要的革命 在70年代跟80年代 其實這時候呢 對於術後的輔助性化療來說 恩環類也是小梅類的化療 其實就更肯定了 這個它在輔助化療的角色 另外呢 在1988年的NSBBB18的研究發現到說 其實術前的新輔助治療呢 其實它的治療療效 不會輸給術前的輔助性化學治療的療效 所以術前新輔助化學治療 變成是乳癌治療當中一個很重要的治療的選項 另外隨著化學治療、放射治療的越來越精進 這些治療都會對於骨髓、對於病人的身體 產生一些某一程度的傷害 所以這時候病人就開始產生了非常多的一些副作用 但是在1980年代開始 因為這些癌症治療越來越普及 所以相對應的一些所謂的 那一些支持性療療法 包括止痛藥、化癌 還有所謂的止痛藥等等都出現 甚至在80年代末期 還有所謂的白血球生長激素 能夠讓病人的血球能夠增加 能夠維持病人骨髓的功能的一些東西 都陸續的出現 這些治療不但是可以幫病人的 所謂的治療療效給加分 動點是可以有效的減輕患者的痛苦 比如說在1983年的時候 其實病人治療治療當中 最常見的副作用是嘔吐 但是在因為化療止痛藥的出現後 在1995年代以後 再去做病人的統計 病人最常見的副作用 不再是嘔吐 嘔吐從第一名變成第三名的情形 第三名的情形 在有零年代 其實這個概念 就慢慢的在乳癌治療概念 就開始出現一些很大的轉變 我們叫做有地放食 乳癌標靶治療展露了頭角 怎麼說呢 其實在1973年 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泰摩西芬諾阿德斯 它是阻斷乳癌細胞的荷爾蒙接受體 使得乳癌細胞沒有荷爾蒙刺激 因而死亡 其實它是一個很早期就有的標靶治療的概念 只是當時並沒有標靶治療的醫學的名詞 所以乳癌摩西芬其實可以說是 癌症治療當中第一個發明的標靶治療藥 好 在1977年代其實就如同我剛剛在講 荷爾蒙治療其實作為標靶治療的探路者 成為乳癌分類治療的先行者 怎麼說呢 因為這個泰摩西芬的發展 我們終於知道說 其實我們在乳癌的治療當中 藥物的治療一定要區分說 你的雞素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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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省銀線陽性還是陰性 如果荷爾蒙受體是陽性的病人 就一定要給荷爾蒙治療 荷爾蒙受體是陰性的病人 給荷爾蒙治療的效果就不好 就不需要給予荷爾蒙治療 在NSB、ABB、B32、GALGB9344的研究發現的時候說 一窩淋巴結的轉移的患者 可以用N環類的化學料 也就是小紅莓類的化學料 再聯合紫酸類的化療 其實會比單獨的小紅莓類的化療 可以更降低復發風險 但是因為化療缺乏專移性會導致副作用 常常讓這些病人產生因為副作用 擦身停滯不前 或者因為畏懼副作用而不想接受治療 所以人們逐漸提示到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對癌症治療 似乎過去是太明傳異性 好像化療一樣 好細胞、壞細胞都一起殺 我們是不是要去找出 腫瘤細胞一些特異性的疤點 研發出有地方使的標靶藥物 才是攻克腫瘤的一個方向 所以癌症之所以有很強大的破壞力 是因為它一直癌細胞不斷地在演化 在不斷演化當中就會有一些不斷的一些基因的突變 甚至有些基因突變是佔有這些演化當中 所以在各式各樣的手段 依然沒有辦法跟除乳癌疾病的時候 在乳癌治療上面就開始要去想到說 是不是我們忘記了一些很根本的問題 基因層面的問題是不是沒有好好的去把它探索 所以這個基因層面的探索的一個議題 一直在1990年代 一直迫在眉睫地在進行的探索 首先1982年馬爾森理工學位 一個叫Robert Allen Weigberg這個教授 從老鼠身上發現一個基因叫做Nu基因 1984年代的時候 德國另外一個科學家也發現相同的基因 只是他把它叫做Hertu 後來發現這兩個基因原來都是一樣的 而且這兩個基因在乳癌當中相當的重要 相當的重要 在乳癌當中大概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病人 是有這個Hertu Nu這個自然基因的一個擴增的清洗 1986年Denis Staven教授應用這個Hertu的探索的檢查 檢查了189位原發性乳癌患者 發現他說既然有30%的病人有Hertu的基因擴增 而且這些病人Hertu表達的病人乳癌的病人 他的存活時間疾病控制的時間都相對比較差 所以Denis Staven認為說Hertu這個基因的擴增 對乳癌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獨立育後因子 如果你有Hertu的表達通常你的育後會比較不好 在1998年FDA終於批准了Hertu的標靶藥物 賀癌品在Hertu乳癌陽性的一個轉移性乳癌病的一個治療 後來呢這個轉移性的藥物賀癌品的治療 不斷的研發甚至在Hertu陽性的早期乳癌 跟化學治療聯合以後它的藥效會更好 也被核准在Hertu早期乳癌病毒 通常目前認為輔助性的Hertu的這個賀癌品的治療 可以一年可以顯著地降低復發跟死亡率 特別只有在Hertu陽性的早期乳癌病人來講 是可以使用這個Hertu標靶藥物 所以80年代呢其實我們尋求更優的整癌模式 90年代除了在這個更優的整癌模式的基礎之下 我們開始想到一件事情 原來的乳癌有一部分的乳癌是有一些特殊的基因的圖片 我們開始來一個有地方使的一個標靶資料 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 喜歡本頻道的朋友別忘記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更多癌症治療新知 請掃描畫面上的QR Code 您的支持與鼓勵是我們持續進步的動力 一起按下去 請掃描阿姨 按下去 請掃描阿姨 按下去 請掃描阿姨 師傅 請掃描阿姨 感谢观看